来面试却被主管当成了流氓 结果这家公司老板的女儿 竟然是小美姐 901 哎 美女啊 哎 美女啊 哎 你 干嘛啊 耍流氓 我 不是 你怎么打人啊 我不打人打谁 光天化是耍流氓 都这么明目张胆了吗 我怎么就流氓了 有你这么不听人解释 上来就一巴掌活过来的吗 还要解释什么 你这么明目张胆 先女生裙子 不是流氓是什么 不是 你刚才是夹了一张纸 我帮你扯出来而已 什么 那你不会说话呢 那你还不搭理我呀 我 我手比脑子坏了就 哎 哎 901 不是 哎 等我美女 你 你 你是这公司人吗 对啊 怎么了 哦 那个 我 我是来面试的 哦 哦 你就是那个李航介绍的朋友是吗 哦 对对对 是我是我 您是 我就是你的面试主管 跟我进来吧 我怎么看你这么眼熟啊 啊 呃 你这么一说 我看你也挺眼熟的 哎 主管 这是他的简历 哦 王小帅 哦 对 教我小事就行 主管 你初中的时候是不是在医中 读了一半然后转走了 哦 对啊 不是 等会儿 我简历里也没写这个啊 哎 我是小雅哎 你的初中同桌 同桌 不是 我记得我那同桌黑的跟没球似的 老板 打架还贼猛 你这不像啊 你说谁像黑白球的啊 不是不是不是 你别瞧我耳朵 小雅 我爸 哎 小帅 姐 你怎么在这啊 哎 你没认识啊 哎呀 闺女来了 哦 我刚到吧 正好 咱们回去走 别让你张叔等急了 他儿子我见过 一表人才的 走 快走 哎 爸 哎 别看了 也是我们董事长钱金 什么 你说他是 董事长的女儿 对啊